弃命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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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暴定必死之心 为什么暴定必死之心 很难呢 你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修行 学艺 我暴定必死之心 我一定要成功 这样的人很难 很难 是不是 反过来讲 不暴定必死之心 在座各位你学佛修行 有没有暴定必死之心 要我死也无所谓 这种人很难 如果你没有暴 到必死之心来学佛修行 那请问你你怕死 你又能长生不老吗 你实在又不能 对不对 得个癌症就走了 是不是 出个意外就走了 不是就怕死就不会死 一定死 所以我们在佛子行三十七岁 也读到怎么样 观死无常 要跟自己讲什么 决定死 一定会死 对不对 要往死前修 就七命必死难 你看这个神光 断臂求法 神光他是将军 他杀了不知道多少人 特别他有一个仇恨 特别深的将领被他杀死 冤魂缠身 神光他到后来出家了 他罪恶感太重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洗净他的罪恶 他出家了以后 常常有梦夜 冤夜缠身 白天也睡不着 晚上也睡不着 眼睛闭上就是噩梦 就是跟着他 他就好不容易听到 少林寺后山有一位不倒翁 他就去跪在雪地里求他 当然就历尽千辛万苦 但他看到跪在雪地里 跪了三天一般人大概就 现在大概就是往生了 对不对 现在人身体差一点 化学的吃太多了 古代人又是将军比较用 三天没有冻死 这个达摩面壁九年 身体转过来 问他说跪在雪地三天 这就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超出常情 是否有求于我 本来讲这个 是不是有求于我 要等这个话 应该等很久了 是不是 他就说请 请大师为我安心 因为他多年来心都不安 他说 你把心拿来我帮你安 回答什么 密心了无可得 他说我找我的心找不到 我怎么拿给你呢 但我就跟他讲 我已经把你心安好了 你看这是 传承千古的禅宗公案 几句的对答 通通在讲十项 他马上要拜他为师 对不对 他说你向我求法 你应该先醒悟你自己 在很多的典籍讲到 这珍贵的佛法 达摩祖师是传佛心印的人 他是要来世间找一个不受迷惑的人 把佛法传给他 他说这么珍贵的教法 不能清传 神光听到什么 把手砍下来 放在前面 命都可以不要 怎么可以不求法 达摩祖师看他 手都砍下来了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身体都可以不要 我就是要求法 所以传给他了 他为什么砍手 那童修有的 你没有进入状况 他怎么不砍脖子 怎么命都可以不要 砍脖子后面就没了 就不用学 真的有人问过这种话 对不对 他就是把手都砍下来 童修你不要说砍手 把左手砍下来 你砍你这个小拇指 最后一劫就好了 你就忧忧忧了 甚至你说我不要学佛了 割一下都不得了 对不对 你看看他那个决心多大 一般人这个手扯下来 他竟然不昏倒 他决心很强 这叫弃命必死 现在这种抱定必死之心 要求法 很难 刚才讲的玄奘大师 他就是 他去求法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 所以当时唐朝的法令 是不能出国境 所以他是偷渡的 对不对 当然他回国之前 已经有书信 呈给唐太宗 唐太宗已经下旨 原谅他了 欢迎他 对不对 当然欢迎了 因为玄奘大师到 印度 纳烂团大学 那时候地球上 首屈一指的佛教的学夫 很多高僧大德成就者 都在纳烂团大学 他就是在那里 再遇归国 又得到这个 戒弦法师传承的什么 余且师弟论 这就是 当然欢迎他回国 但是玄奘大师要去的时候 他就是要躲避官兵的围捕 因为会被通缉 躲避官兵 因为他要出去 要到天主国取经的时候 你跟着大唐的蜂火台走 就不会差太远了 那蜂火台都有官兵 所以他就进入沙漠 绕过去 在沙漠里面 你那个东西南北都没有办法分 离开那个白天的温度 晒死了很多 所以他只能跟着什么 跟着那个动物的粪便 还有死掉的牲口 还有死掉的人的白骨来认入 白骨 这里有白骨代表有人走过 这样来认入 当他的水喝完了 那听说 他装满水 对不对 走了一段 后来这个水打翻了 他如果要回头去装水 再装水再出发 他出发前发过一个誓 他绝不 他没有取经这些绝不西行一步 绝不东行一步 他绝不往大唐的方向走一步 否则就是我为事 你看同修你要誓愿 像这个玄奘大师这样 你一定会成就的 那时候在沙漠里谁知道他为事 你一般同修大概就觉得 佛祖我这个水壶打翻 我回去装水一下 不算为事奋戒吧 咕噜咕噜咕噜就装水再出发 他水壶打翻就会渴死 在沙漠对不对 他不回去 他说我发过誓 我绝不往大唐走一步 我没有取到佛经以前 他讲什么 您往西天一步死 不往东土一步生 我往西天一步死都可以 我不往那边活一步 这就是弃命必死难 就是这种坚定的信念 他把佛经取回来 清回来 所以你看佛陀老人家在这里 豪贵学道难 弃命必死难 讲什么 学佛修行的态度 你的心态问题 学佛修行的心态不对 你就等着退转 你不会成 你就是过去结了佛缘 现在就是来一段而已 既然已经学佛 你想成就佛道 你看看这种态度 所以这个就是佛陀传讲的 弃命必死难